熟读汉末三国史 我们不难发泄在那个乱世之中 虽然人们注重中和异 但是汉朝以来一直奉行的校文化却淡薄了不少 因此在群雄角逐的过程中 不仅有很多兄弟二人支持不同枭雄的情况 例如诸葛是三兄弟 分别效力于东吴蜀汉和曹魏 还有很多父子各有各的立场 例如黄泉最终在曹魏身居高位 他的儿子黄虫却为蜀汉流进了最后一滴血 我们今天要说的主人公也是这种情况 而且其祖孙三代立场经常反复 他是谁呢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众所周知 自从晚城之战曹王战死之后 曹魏阵营的继承人之争 一直没有停止 就算曹操最终将曹丕立为了太子 也没能将此事平息 当初曹操并逝于洛阳的时候 曹丕还没来得及赶到 曹张便提前赶来 甚至向负责曹操丧失的贾魏 索要曹操的洗手 但是为了维护曹魏阵营的稳定 贾魏不仅没有妥协 反而痛斥曹张将其喝退 最终扶持曹丕继位 之后他则又为曹丕解决了青州兵叛乱的问题 在后来曹修法无失败 将罪过全部推到了贾魏身上 导致贾魏被免关 他也没有任何怨恨 由此可见 贾魏是一心忠于曹魏的 然而这还不算 他不仅生前忠于曹魏 死后也做了一件对曹魏有利的事情 禁书中提到 司马一把持曹魏朝政的时候 总是梦到贾魁和亡灵 在梦在谴责他 最终被生生吓死 能够让司马一心虚的人 他对曹魏的忠心可见一般 按理说 这样的忠义之心 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也就是说 他的儿孙也该痛恨司马氏 光扶曹魏王氏才对 可是他的儿子贾冲 却与他形成了两个极端 贾冲不仅不忠于曹魏 反而成为了司马昭的心腹 甚至当卫世最有骨气的皇帝曹毛 发动兵变 打算诸出司马昭的时候 贾冲下令让太子设人成绩 一箭刺杀了曹毛 为司马家族的篡权之路 又扫平了一个障碍 不知道 如果贾魁死而有灵的话 会不会再被贾冲气死一次呢 然而 更令贾魁生气的 还在后面 贾冲不仅成为了司马氏的心腹 成为了西晋的泰国元老 还将自己的女儿贾南风 嫁给了傻皇帝司马忠 也就是司马义的众孙 也就是说 李英与司马家族 是不两立的贾魁 兜兜转转之后 竟与司马昭成为了亲家 不过 他的孙女贾南风 立场又与贾冲不同 他成为皇后之后 没有好好的辅佐司马忠 为他保护司马氏的江山 反而开始把持朝梅 铲除一己 甚至在司马伦的挑拔之下 杀害了太子 于是引发了八王之乱 进而导致了五湖乱华 从而为西晋的灭亡 埋下了伏笔 也就是说 贾魁一心忠于曹魏 他的儿子 却助司马氏篡权 推翻了魏氏 甚至还与司马氏结亲 而贾冲一心忠于司马氏 甚至不惜犯下势地之罪 他的女儿 却一手断送了司马氏的江山 这样的反转 实属少见 不知道假如 人人死而有灵的话 他们祖孙三代再次相逢 会如何面对彼此呢 优优独播剧场——